今天的主题是工作 大家都知道我是毕业于 就是BJ的Junior College 就是北京的大专 我呢以前也在一个Internet Share Place be responsible for Turn on the Computer 对 在网吧开机了 我也做过一个世界500强企业的BA 就保安 保安 但是今天都不讲这些东西 今天要讲的是我人生印象最深的一份工作 是一人身份赋能营销师 什么 就是扮演假粉丝街机 有意思了 朋友们 我第一次干这个工作 是在我高考失利之后 那个时候我同学介绍 一次100机场集合 普通地铁几块钱随便坐 机场快轨25一趟 我没坐过 我第一次出站一刷卡 扣我25 我说有黑客 人说孩子就是25 我说你也被黑了 后来所有人告诉我就是25 我大脑一片空白 因为我意识到 回去还要25 但是大丈夫能屈能伸 虽然我的路费已经达到了50 出门还买了一个肉夹馍 所以说这趟活我只能花了55 只能挣45 但是我想没关了 干 到那之后呢 助理给我们每一个人发物料 发海报 先给你50 找艺人签完字 结剩下的50 要求是越疯狂越好 我实在是喊不出来 我看那个艺人一出来 我看上来 我说 我实在喊不出来 我左边有一个大姐 她看到艺人喝了一口水 那个大姐 我说你这多少钱呢呀 你这不得500 她说我是真粉丝 我说这个比不了 我说赶紧要个签名就走吧 到那儿我说 哎 签个名可以吗 当时在机场 给我发物料的那个助理 他伸手拦我 我说签个名可以吗 他 哎 我说 哎 无奸道 不结为垮 他说不是每个人 都能拿得到签名的 当时我大脑又一片空白 因为如果我拿不到签名 等于我自发来这儿 捐了一个肉夹馍 娱乐圈太黑暗了 连假粉丝的钱都骗了 我 要成真粉丝了 当时 直到这事之前 我说哎 签个名可以吗 非常礼貌 直到这事之后 我看着他 我说我要 签名 所有人会逼三次 我左边那大姐 你别喊了 我说怎么了 我说瞅你像我婆婆 当时我说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一定要要签名 我说签名 签名 没人拦我了 助理也不拦我了 因为只要再拦我 我直接就 五十 一人就给我签 拿过来签字 签完了给我 我拿过来一看 字迹潦草难以辨认 还是要害我 还是要害我 到时候说我自己签的怎么办 当时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我说你 再签一个 一人蒙了 助理也蒙了 助理说 你要一百五 黑之黑 我说我要一百五十五 这边 你说他给你签签 你要咬人还是他玩的 他签一半都说 你喜欢我多长时间了 我说差不多得了 50的不寒表演 想看完整表演 请开黄金会员 当时 我说签签 他给我签 签完了之后 给我说你看行吗 我拿过来我给助理 我说你看行吗 助理说行就行 当时呢 我的工作结束了 我的旁边有一个真正的粉丝 那个大姐 说哎 打个招呼可以吗 那个艺人连看都没看 他直接就往前走 我以为他会非常生气 但我没想到他说 好酷哦 我不行了 我说 他连理都不理你 你这样吧 我拿一张海报 我说你别问为什么 直接拿这个海报 找助理领50块钱 他说不 我想要这个海报 对我的那时候年少 冲击太大了 冲击太大了 有一个跟我一块干的 兄弟就劝我 说哎 干嘛这么大冲击呢 你以后干不干 我说以后我真不想干了 都说你别不干 这活多好啊 就站明星旁边 什么都不用干 给点反应 实在不行 傻笑就行 还有钱拿 不干白不干 我想天天干 我说呀 有道理呀大哥 你怎么称呼 都说我叫颜鹤翔 我一年没见着明星了 哦 不是明星 是少主 真的 我发现我的人设 做得太低了 跟那些人设高的 完全就不占便宜 人设高的 他理都不理你 你站了很多小时 你出去 你不理他 完了之后他觉得 啊好酷 我在剧场外边 要碰见我的观众 说何张颖 我说不方便 我的观众直接会说 你装你 你什么东西 也没观众 忘了要签名 我在上海演出 我上次来上海 观众说签个名 我说可以 他看着我说 比呢 我说我给你找 我找完给他 他给我签了一个 但是呢 真的做这个行业之后 我才发现 人设做的第一才好 这是我长大之后的感悟 首先第一 我的人设 没法塌房啊 我怎么塌 我都不是人 我怎么塌 我没得塌 我怎么塌 我学历造假 你说你是新东方老师 你是清华毕业的 你都得拿一个论文 人家觉得 也就这样吧 我不用了 我在演出北京 我说三眼三十六等于 二分之一 你也大哥 牛 你学习老 我没法塌啊 但是最近网上 的确说我要塌了 的确说我要塌了 他们开始传着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他们说 富豪塌房了 原因是学信网 查出富豪的学历 竟然是本科 我不想澄清 人都让我澄清 我说不澄清 就这样吧 我也想进步啊 你见过他放我上他的吗 来一边普通他放我 他他学区吧 我呢 发演观众什么都能包容我 我看其他人 你说要结婚 其他人都说 不要结婚 不要结婚 其他的观众 不要结婚 我演出的时候试了一下 我说我可以结婚吗 第一观众 你可以结渣 他禁止眼神动物表演 当时 我就发现 我其实这个人事还挺好的 没有什么负担 比较真实 但是我发现 也避不开 前两天接了一个活 甲方跟我说 要提供安保 我说如果 我演完初 还得穿制服 给你站岗 得加钱 他说不是 是给您提供安保 我说如果你给我提供安保 就会出现全天下之 最尴尬的情况之 保安保护保安 那保安也太吞喘了 我就希望这些荒唐的事少一点 不要看这些舞台上边 觉得这个人是谁 其实每个人都有真实的一面 非常感谢你们 送了过一场完美的演出 谢谢 啊 啊 啊